我就想說趕快跟他離一離就好了 就是他人出面就好 不要再佐佐藏藏 然後在那邊做詐騙繼續騙人 我覺得很討厭 我不是幫他要了400萬現金 跟200萬的那個避失車嗎 就要900萬 600萬然後我就給他150萬啊 所以這樣子 700萬 應該有750萬 對啊 那房子800萬 到換前誰一說他是應該賣掉 全部賠給我們耶 希望那個檢察官跟警察的通緝 他在做詐騙 因為為什麼不用把這個人生之以法咧 你怎麼卡那麼久 他怎麼都會離我臉 你怎麼都會害人啊 天啊不是 多久了 三年了吧 應該差不多 有有有三年了喔 三年了 從2018結婚到現在應該有 有有三年了 連他跑掉差不多 加起來快五年了 他就換號碼 他就空號 就找不到人啊 你們 我記得認錯不說打官司 你不是有告他啊 你問他然後他沒有出庭啊 然後我就問他朋友 他朋友就說 他也找不到他 他也沒辦法 後來就有一些網友就在我的那個FB瘋狂留言就說他改名叫月婷君什麼騙財騙色到處騙女人錢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結果我又一次在那個廳東區碰到他就看到我竟然從後門尿蹲跑掉 然後結果我就跑去問他朋友說你們現在做什麼 因為有網友說他就是做大騙啊 他說是類似這一行啦 然後我就說他現在在大騙集團裡面工作 他說差不多類似啦 然後我就那時候就說你跟他講說我要跟他離婚我沒有要求償了然後只要就趕快簽制就好了 然後也沒有音訊然後我留電話給他們然後到現在 因為我就想說他既然騙了我的錢然後還要繼續當詐騙子團的人然後又繼續騙人家的錢 我覺得算了吧 這種錢他就算要賠我這種張錢我也不要拿啦 但是趕快跟我離婚我不要我身份證實上沒有他的民主 那時候求堂一開始是因為我們婚前協議書是說他如果說有對婚姻不忠啊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就是他必須把他的房產全部賣掉賠給我那時候是房產是值800萬嘛 那後來本來是跟他求償說不然你賠個150你後面欠我的錢捐款而逃的錢你賠給我就算了 結果他也沒有賠然後到現在我是懶得要這些錢的我就想說趕快跟他離婚就好了 就是他人出面就好不要再佐佐藏藏然後在那邊做詐騙繼續騙人我覺得很討厭 我不是幫他要了400萬現金跟200萬的那個電視車嘛就要900萬 然後我又給他150萬啊所以這樣子應該有750萬 對啊那房子800萬 到婚前協議書他是應該賣掉全部賠給我們耶 希望那個檢察官跟警察同情他在做詐騙 為什麼不用把這個人審知以法咧 那律師有沒有說萬一真的還是找不到人有沒有最終的解決方法是什麼 最終解決方法就是再寫一次訴狀然後再去那個加事法然後再跟法官告一次 然後我自己出庭跟法官陳述請法官判禮這樣子 就很麻煩啦就還要再跑一次法院去處理一次這件事情 他現在連名詞都改了然後去做詐騙我覺得這樣很容易出事 叫什麼響日 對 你說 對 對